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29天 你是被爱的 肖恩·泰勒被认为是英国监狱里最危险的人物之一 最初他因为谋杀未遂被监禁 后又因用一块碎玻璃攻击预警导致一场暴乱 而被延长刑期四年 肖恩被关进号称全英国最安全监狱的隔离间里 他的食物是通过一个安全舱递进去的 而且只有当六名携带防暴盾牌的警察在门外看守时 他的房门才可以被打开 后来肖恩又被转移到龙拉丁的一所顶级监狱 在那里他参加了启发课程 在课程期间肖恩祷告说 耶稣基督啊 我知道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 我讨厌我自己的样子 我恳求你赦免我的罪 就在那一刻他被圣灵充满 一夜之间肖恩判若两人 他到处跟人诉说他的心发现 耶稣是真的 肖恩的改变令人惊叹 他不但不再需要被关押在隔离间内 还在监狱教堂里得到了一份工作 他为狱警和曾经的敌人祷告 出狱之后 他参与了一间教会的服饰 肖恩在这里遇到了一位名叫善美的女孩 这女孩也历经坎坷 吸过毒 进过监狱 但后来他也信了耶稣 现在肖恩和善美已经有五个孩子了 如果你现在与肖恩交谈 你很难想象 他当初是个让人生畏的暴徒 肖恩经历了神奇妙的慈爱 他说 耶稣已经向我表明该如何去爱 如何去饶恕 耶稣拯救了我 他已经赦免了我所做的一切 他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 诗篇第十七篇六到十二节 知道神爱你 视你如珍宝 神对你的爱是如此伟大 因为这爱是非常亲密且个人化的 大卫呼求神 并求他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 大卫祷告说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你眼中的同仁 眼中的同仁 是人最柔弱 也最宝贵的一部分 现在就默想 神是多么爱惜你 大卫接着祷告说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音下 这句话依然表达了神的爱 祂和我们的亲密关系 以及祂的呵护 在上十字架之前 耶稣俯瞰耶路撒冷 祂当时就引用了这句话 耶稣说 祂渴望耶路撒冷的子民 都能聚集在祂的翅膀阴下 得享祂的庇护 大卫被仇敌包围 及那些内心刚硬 向祂说大话的人 有时你也会遭遇仇敌 但无论所面对的 挣扎和患难是何等之大 你都可以信靠神对你的爱 主啊 今天我要呼求你 请侧耳倾听我的祷告 向我显明你奇妙的大爱 请保护我 如同保护你眼中的同仁 请把我藏在你翅膀的音下 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 二十章 一到十九节 经历神的爱 慷慨和恩典 通过葡萄园工人的比喻 耶稣显明了祂的大爱 以及不可思议的慷慨和恩典 对于那些最后进入天国的人 神赐给他们的祝福 与其他人一样多 这确实会令人嫉妒 我们常会为自己的现状 沾沾自喜 直到听说有人比我们更好 然后就会禁不住极度他人 在这个比喻中 葡萄园主完全没有按商业惯例做事 他根本没打算为自己牟利 恰恰相反 园主的目的就是慷慨馈赠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本分 而神就像这位园主 神的祝福和饶恕 比我们所配得的多得多 我们时常听到像肖恩泰勒这类人的见证 这些人简直就是社会的垃圾 然而在有初时 他们竟然悔改信了耶稣 他们的罪就这样被完全赦免了 得着了由耶稣的死和复活换来的所有好处 有人抱怨这样不公平 认为不该给像肖恩这样的人太多关注 然而神就是要大大使用他们的见证 比起那些整天劳苦受热的人 神似乎更爱使用这些最后进去的人 正如我们昨天所看的 神国的规则和这个世界的规则完全相反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耶稣说我们不应该因此嫉妒他人 相反我们应该由衷赞叹 感谢神的慷慨 对所有人神都无私献出他的大爱 这就是神的恩典 是我们完全不配得的 这就是耶稣要表达的意思 事实上神不仅爱消恩 他对你我也是一样慷慨 如果神只按我们的行为来付给我们报酬 那我们的处境都会极其悲惨 但如果你接受神浇灌下来的恩典 那就会产生令人惊叹的结果 耶稣的死和复活使罪得赦免成为可能 从此信靠他的人就能经历神的大爱 直到永远 主啊 感谢你奇妙的大爱 感谢你对我超乎寻常的慷慨 愿我永远都不嫉妒那些 看似比我更蒙福的人 感谢你 因为我知道我是被爱的 并要享受这爱直到永恒 旧约圣经约伯记十一章第一节到十四章二十二节 在患难中抓住神的爱 即使经历了漫长的患难 约伯依然紧紧抓住神的爱 他说 他必杀我 我虽无指望 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 尽管约伯为人毫无指摘 完全正直 他又敬畏神 远离恶事 但约伯不是完美的 在此 约伯谈到幼年的罪孽 他说 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 也逢言了我的罪孽 约伯朋友们所犯的错误是 他们认为约伯的患难 与他的罪有关 这些人让约伯越来越痛苦沮丧 他们长篇大论 谈论约伯的罪 从试图找出患难的原因 变成了对约伯展开人身攻击 他们振振有词 但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安慰 约伯终于开始还击 他回答道 但我也有聪明 与你们一样 并非不及你们 你们所说的 谁不知道呢 你们所知道的 我也知道 约伯指出 他们最好保持安静 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 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 面对遭难的朋友 我们需要有智慧 不要发表 头头是道的长篇大论 而要谨慎言行 在行动中展示出神的爱 较之朋友们 约伯的态度要健康得多 在极重的患难当中 约伯感受到巨大的孤独感 但他向神大声呼求 你为何掩面 妻子过世之后 C.S.路易斯写了本书 名叫《青青如雾》 路易斯把心灵的煎熬 比作上帝对着你的脸 怦然关上门 在这样可怕的患难中 约伯依然能对神说 即使他杀了我 我还是要寄希望于他 约伯认识神 并且信赖他 在绝望的深渊之中 也是如此 约伯知道 并相信他一生的年岁 是由神决定的 人的月数 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 没有任何人能穿越 他所派定的时间界限 同时 约伯似乎预见到了 今生之后的景象 没有任何事 甚至包括死亡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人若死了 岂能再活呢 这就是我的问题 我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 继续抱有希望 并等待最终的改变 就是复活 你我要比约伯幸运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的死与复活 我们拥有确实的盼望 就是在永恒中 享受神的爱 随着故事层层展开 我们看到 在坚持信靠神这一点上 约伯始终是正确的 神从未向约伯解释 他为什么会经历 这么多可怕的事 但事实证明 约伯对神的信心是正确的 无论遭受多大的患难 我们都必须坚持相信 神那奇妙的慈爱 主啊 感谢你 尽管生命中 有如此多我不明白的事 但我依然能相信 你奇妙的爱 请在今天 以及每一天 都帮助我享受你的大爱 佩伯的补充 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节 这样 那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了 有好几次 我有意错用这节经文 比如 孩子们年幼时 如果他们输了比赛 或者考试成绩不佳 我就会说 那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了 这当然有开玩笑的意思 但我也是借此提醒孩子 生活中那些被我们看中的事 如成功 业绩 升职 在神国里 却是无足轻重的 今日金句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铜人 诗篇十七篇 第八节 上帝啊 我向你祈祷 因为你必应允我 求你垂听我的祷告 求你彰显你奇妙的慈爱 用右手 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人 脱离 仇敌 求你保护我 求你保护我 想保护眼中的铜人 用你的翅膀 阴毙我 救我脱离 恶人的攻击 脱离 四围杀气腾腾的仇敌 他们良心丧尽 口出狂言 他们穷追围堵 四季把握打倒在地 他们下 给予撕碎猎物的恶食 又下 敦服在暗处的猛狮 耶稣接着说 因为天国 就向一个园主 清早去外面请工人 到他的葡萄园做工 他跟工人讲好 一天的工钱是一个隐蔽 然后派他们去葡萄园 大约上午九点钟 园主出去 看见一些人 站在街市上无所事事 就对他们说 你们到我的葡萄园来工作吧 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 他们便去了 正午和下午三点钟 他又出去 继续请人到葡萄园做工 到了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他再次出去 看见还有人 闲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整天 站在这里 无所事事呢 他们回答说 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 园主说 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来吧 到了傍晚 园主对工头说 叫工人来领工钱吧 最晚来的先领 最先来的后领 下午五点 下午五点来的工人 每人得了一个云币 最早来的工人 来领的时候 以为必定可以多得一点工钱 随之 也各得一个云币 他们拿着工钱 满腹牢骚地对园主说 那些最晚来的人 只工作了一小时 而我们在烈日之下 辛苦了一整天 怎么会领同样的工钱呢 园主对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 朋友 我并没有欠你呀 我们不是讲好付你一个银币吗 拿着你的工钱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 和你一样的工钱 是我愿意 难道我不可随意 使用自己的钱吗 因为我慷慨 你就眼红吗 因此 为首的将要电后 电后的 将要为首 耶稣第三次 预言自己受难 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 耶稣把十二个门徒 带到一边 对他们说 你们要留意 我们现在前往耶路撒冷 人子将被交在 祭祀长和律法教师的手中 他们要判他死刑 把他交给外族人 受嘲弄 鞭打 费定在十字架上 但第三天 他必复活 约伯记 第十一章 俗法的回答 南马仁俗法回答说 难道逃逃不绝 就无人反驳 难道唠唠叨叨 就证明有理 你喋叨叨不休 人们岂能坚默不言 你嘲笑激讽 岂不该有人使你羞愧 你自以为信仰纯全 在上帝眼中清白 唯愿上帝发言 开口驳斥你 告诉你 智慧的奥秘 因为 真智慧 深奥难懂 要知道 上帝对你的惩罚 比你该受的还轻 你能测度上帝的深奥 探索 全能者的极限吗 那可比诸天还高 你能做什么 那可比阴间还深 你能知道什么 那可比大地还宽广 比海洋还辽阔 他若来囚禁你 开庭审判 谁能阻拦 他东西诡诈之人 看见罪恶 岂回不理 愚蠢人 若能变得聪明 也驴居 也可生成人样 你若把心安正 向他举手祷告 你若除去自己的罪恶 不容帐篷里 有任何不义 就必能无愧地 扬起脸 斩立地闻 无所畏惧 你必忘记 自己的苦楚 他从你记忆中 如流水逝去 你的人生 将比正午还光明 生命中的黑暗 也必像黎明 你必充满盼望 感到安稳 你必得到保护 安然入睡 你睡觉时 必无人惊扰 许多人 必求你施恩 但恶人 必眼目失明 无路可逃 他们的指望 只有死亡 约伯记 第十二章 约伯的回答 约伯回答说 你们真是 什么都懂的人啊 你们死了 智慧也会消逝 但我也有心智 不比你们逊色 你们说的 谁不知道 我这求告上帝 秉蒙他应允的人 竟成了朋友的笑柄 我这公义纯全的人 竟成了笑柄 安逸的人心中 藐视灾祸 常常藐视 那些滑倒的人 强盗的帐篷太平 冒犯上帝 手捧神像的人安稳 你去问走兽 他们会执教你 问天上的飞禽 他们会告诉你 向大地讨教 大地会执教你 或让海中的鱼 为你铲铭 他们当中 哪个不知这是 耶和华所为 所有的生灵都在他手中 世人的气息也不例外 舌头 岂不品尝食物 耳朵岂不辨别话语 智慧与老人相伴 知识与长者为伍 上帝有智慧和权党 谋略和知识属于他 他拆毁的 无法重建 他求建的 无法获释 他拦住水源 便有干汗 他放开水源 大地被淹没 他充满力量和智慧 骗子和受骗者 都在他拳下 他是谋士 赤身被掳 使审判官 愚拙不堪 他除去君王的腰带 在他们腰间 绑上求索 他是祭司 赤身被掳 他推翻 九卧大权者 他夺去智者的口才 他拿走 长者的洞见 他是权贵 备受羞辱 他除掉强者的权势 他揭露 黑暗中的奥秘 他把幽暗 带入光明中 他是列国 兴起又灭亡 他使列国扩张 又崩溃 他夺去世人首领的心智 使他们在无路的荒野流浪 他们在无光的黑暗中摸索 像翠汉般亮亮呛呛 约伯记第十三章 这一切 我亲眼见过 亲耳听过 亲以明白 你们知道的 我也知道 我不比你们逊色 我想和全能者对话 我渴望跟上帝理论 而你们 智慧编造谎言 都是无用的拥衣 但愿你们闭口不言 那样还算你们明智 请听我的身辩 留心听我的征诵 你们要为上帝说谎 为他说诡诈的话吗 你们要偏袒上帝吗 你们要替他辩护吗 他查问你们时 岂会有好结果 你们岂能像欺骗人一样 欺骗他 你们若暗中偏袒 他必责备你们 难道你们不怕 他的威严 不对他充满恐惧吗 你们的名言 是无用的灰尘 你们的雄辩 是土著的银垒 你们住口 让我发言 我愿承担一切后果 我已经豁出性命 不惜冒生命危险 他必杀我 我毫无指望 但我仍要在他面前身边 这样我才能得救 因为不信上帝的人 无法到他面前 请留心听我说话 侧耳听我发言 看啊 我已准备好辩词 我知道自己有理 若有人能指控我 我就坚默 情愿死去 上帝啊 只要你应允两件事 我就不躲避你的面 求你把手从我身上挪开 不要用你的威严惊吓我 这样 你传唤我 舞弊回应 或者 让我陈述 你来回答 我究竟有什么过错和罪恶 求你指出我的过犯和罪欠 你为何眼面不看我 为何把我当作仇敌 你要恐吓一片风中的落叶吗 你要追赶一根枯干的茅草吗 你记下指控我的罪状 让我承担幼年的罪恶 你给我上了脚镣 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为我的脚掌设界限 我消逝如绣烂之物 又如虫柱的衣服 约伯记第十四章 人为妇人所生 一生短暂 充满患难 她如花盛开 转眼凋谢 如影消逝 无法久留 你还查看这样的世人吗 还要把我召来受审吗 谁能使巫灰产生洁净呢 没有人能 人的年日已被限定 你掌管她的岁月 设定她无法逾越的界限 求你转身 别去管她 好让她如故宫度晚她的日子 树木若被砍下 还有希望 她仍可重新萌芽 嫩知生长不息 虽然树根在土里衰老 树干在地里死去 但一有水气 它就会像新灾的树一样 发芽长枝 但人一死 就失去力量 人一咽气 就不知去向 湖水会枯竭 江河会干涸 人躺下 便不再起来 到竹田不复存在 她仍不会醒来 不会从长年中被唤醒 但愿你把我藏在阴间 把我藏起来 直到你息怒 定下眷顾我的日期 人若死了 还能复生吗 我要在劳苦的岁月中等待 直到我得释放的日子来临 那时 你呼唤 我便回应 你必惦念 你亲手所造之物 那时 你必检查我的脚步 但不会追究我的罪恶 我的过犯 会被封在袋中 你会遮盖我的罪欠 高山崩塌 磐石挪移 流水磨损石头 急流冲走泥土 你也这样 粉碎人的希望 你永远击败他 使他消逝 你改变他的容颜 让他离世 他的后人得尊荣 他无从知晓 他们遭变异 他也无法察觉 他只能感受自身的痛苦 为自己哀哭